其实夫妻之间 八成都是平淡日子 只有两成是大喜大落 这两成要是走好了 就能抵消前面八成的不如意 要是走不好 感情真的很难挽回了 咱俩 结婚到现在 也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 平平淡当广 就这一个多月发生了这么多事 咱俩确实懵的 冷不定有这么一孩子 忽然又没了 这么多情绪叠加在一起 两个人也都嚼着劲 我是觉得 就两天我在家里那也不能去 我才想明白 孩子不是问题 孩子只是让我发现的问题 我们两个之间缺乏沟通 我们这个家也没有什么目标 我反思过了 从我自己这边 我没有任何规划 工作上 不推脱也不积极 就安于现在的工作量和薪水 生活上 生活上 我妈说女孩子只要嫁了人 就过上正常的日子 我认为我打飙了 孩子 你说不要那就不要 可是既然来了 别人都生 那我也可以生 可是仔细想想 有哪件事是我发自内心的想要 并且努力争取的 没有 你有吗 我 我 我 那 我 这 我 我